各位網友 大家好 年有過年 共慶歡樂年年 不知道今年 大家會不會延續走勢 北上辦年貨 甚至乎北上過年呢 因為近期有港人上廣州辦年貨 看到我也害怕 恐怖了 大家會不會流汗 吃盤菜有人特意去廣州買盤菜回來香港 不是吧 香港沒有盤菜吃要在廣州買 真是認真誇張 究竟香港人會在廣州買什麼年貨 我們也看看有什麼好地方 過癮東西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介紹一下廣州 糟糕 我看到也害怕 我看到也飽了 什麼事呢 這也是疫情後的第一個 復常農曆新年 北上熱潮一定不是在深圳那麼簡單的了 因為很多人都會去廣州 會不會上去吃張敬軒的那間 糖水泡呢 那間真的好吃 真的很好吃 我吃過幾次了 經常去買外賣 原來廣州有一個地方是非常出名的年貨街 被譽為全球知名的年貨批發市集 有記者就在採訪 看到人頭湧湧 訪問了一些老闆 老闆說 今年特別感受到香港人北上辦年貨 無論坐旅遊巴 坐直通車 或者直接開車 都有的 辦年貨也有很多款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買 不需要了 我買淘寶就快了 快靈正了 淘寶也很快 都搞定了 裝飾 輝春 嘩 最厲害 就說有人特意回廣州買鮑魚、瑤柱、蠔士 嘩 現在官庫都要去廣州買 深圳都不行了 不夠厚了 不夠厚了 要去到廣州了嗎? 最誇張的 就說這個預製菜 盆菜 因為便宜了 就跑去有人掃貨 試過了 有盆菜的商家就爆料了 在月初不少人坐旅遊巴到廣州玩 各香港人 接著就說送些盆菜回家 嘩 行不行啊 用不用啊 那些盆菜 雪到行旷旷 拿回來香港 你吃吧 我在上面吃都沒那麼生氣 神經的 唉 真的 是不是真的 這麼好吃 我覺得好吃還是好吃 你也不是這樣的 最誇張的就是試過 有個婆婆 特別坐一部旅遊巴 故意坐到廣州 接著一個人買了七盆菜 七盆盆菜 就說要初一吃到初七 就吃猛你嗎? 別這樣了 我看到也害怕了 還買一盆菜 哇 真的 他還有些年糕 蘿蔔糕 蘿蔔糕 馬蹄糕 哇 糟了 這次吃制了 那些孫子看到了 那些孫子看到才流汗 我相信 大家留言不如說一下 你們有沒有買蘿蔔糕、年糕 買了多少錢 你家裡的雪櫃 身為父母的你 你買了多少盒 或者做孩子的你 你家裡有多少盒 年糕、蘿蔔糕 甚至那些什麼馬蹄糕 你預計多久吃得到 會不會吃到新十五 吃到滑毛啊 我見過了 真的 綠底蘿蔔糕、綠底年糕 幾個人怎麼吃 真的步步高升 我真的很害怕 我不是很抗拒吃這些東西 但是呢 但是 等同每天都要吃 同一道菜 難免真的會有些抗拒的 我小時候已經是這樣的 年糕、年初一吃 那時候不吃年糕可以嗎 你給我麵吃 我都可以 不吃蘿蔔糕、不吃年糕 後來大過了一點 他人 都明白的 過時過節 應一下節 給他面子 吃年糕、蘿蔔糕 昨天吃了 不知可以不吃了吧 還有 一打過吃 嘩 那些糕點發光 都好吃 就要吃 多吃一兩天 這盆菜也是 我都吃過 吃到初三 我都已經舉手了 投降了 不用煮飯 只買菜就可以了 那盆菜翻滾又翻滾 吃到你真的 嘩 以後 一年來 你都不會再吃盆菜了 何況這位阿婆 這麼有神心 特別特別 特別去廣州買七盆菜 真是嚇死你了 有 買海味的店 又說 今年 廣州來了很多香港人 他說 有腦有亂 最重要是住院 老的 一大組 就在這裏乘巴士 他說 十幾人 好像打仗一樣 因為這邊便宜 那就更加 有些人就說 嘩 不是吧 說到廣州 那些乾貨 即是買這些 深熔海味 那些 簡直是一季季 寄到香港 一季季 是貨季的季 不是雪季的季 真是認真誇張 其實在哪裏呢 就是廣州這個一德路 這個也很有名的 當然有些老廣 就是一德路 有什麼特別 對吧 但是對於一些 我們這些 不是很熟悉的人士來說 就很新鮮 因為一德路 不單是廣州人 辦年貨 很重要的市場 也是很多 星馬太 港台商人 批發年貨的好地方 一德路 又有食物 又有家品 又有批發 又有零售 也有很多裝飾物 徽春文具禮品 一條龍 更加有些 乾貨海味的批發市場 燕窩 乾果等等 有賣徽春 裝飾這些商家透露 就說一德路 作為一個非常出名的春節市場 其實原來由十一二月開始 新加坡 馬來西亞 台灣 泰國的人 商人會進來掃貨 因為他們那批 大家都知道 不是陸路走 他們不是我們搭乘巴士 然後過回香港 他們要坐船 要等一整個月 我們就近了 差不多時候 時間才上去買 說到很誇張 為什麼呢 因為之前更加有人自駕遊 北上去廣州拿貨 打算放在香港年宵 所以有人說 魚不過唐不貴 過到香港 明明那個輝春 在廣州賣十元 在香港賣三十四十元 這些老闆也這麼說 他說香港一隻 那些公仔批發價可能七八十元 廣州可能三四十元 另外那些花盆 也是很便宜的 很多香港人特意去買花盆 香港賣三百多元 廣州賣一百元 但是是打爛的 這些預製菜 老實說 你們香港人好像很喜歡 一眾老廣已經不喜歡吃 甚至乎內地已經很多人 針對著這個預製菜的問題 說到不能吃那麼多預製菜 是沒有益的 內地已經有很多視頻 很多媒體都出來說 當然 預製菜是多少錢呢 這些預製盆菜 就說二百三十元 一盆 四人份量 更加 原來 在年三十萬 要買一送一 難怪 另外 那些瑤柱 站江瑤柱 比香港便宜很多 百三元一斤 行不行 真的不知道 當然 你們自己留意一下 可以上去看看 除了賣之外 廣州也有很多地方 都來 其實已經有了 大型活檔 可能有人說 我年初才上去 廣州也有煙花放的 這件事大家都知道 接下來 因為在廣州 廣州市 就說應市民訴求 就會延長 傳統花市 那些時間 更加 會搞很多不同的活動 月秀海豬 麗灣 天河 白雲 黃埔 藍沙 增城 潘茹 松花花都 不知道那些花市 大家走過了嗎 還沒了 趕不及了 但是 深圳也好 上去廣州玩 春節 其實有很多地方 有很多地方玩 尤其是月秀公園 有些 春節燈會 在月秀公園 放了很多不同的燈 有些72的小燈組 有些16的大型燈組 中型有35的燈組 非常漂亮 整個主題 原彩巨龍 光耀陽盛 北秀湖上 有一條巨龍 一百米的巨龍 嘩 威威食雞 不知道 多不多人上去看 應該會有很多人上去看 是啊 因為 其實有句話 北有冰燈 南有花燈 廣州 也是一個比較大的城市 所以 今年 隨著疫情之後 搞這些傳統文化的大型活動 相信 也會有很多人上去玩 是啊 初二搞煙花 在廣州 希望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特地上去玩 或者去很多不同的景點 因為廣州文化公園 又有一些很大型的擺設 又有桃花 又有水仙 做個吉祥門給大家看 而且 也有個先里奇緣 2024 新春 兜蘭精品展 哇 非常有趣 這個文化公園 和南華國家植物公園 合作舉辦 哇 很多蘭花 真是很棒 不知會不會 大家上去打卡 不過 說實話 農曆新年 你們上去玩 但是要留意一下 不要一會兒想著 周圍可以放煙花 有些人偷偷地玩 是啊 我在 這個新曆年過年的時候 剛剛踏正1月1日 在這個 那個叫做什麼 太古倉 太古倉 廣州太古倉 看到有人放燒煙花 放炮獎 嘩 嘩 我心想 拿正牌的嗎 沒有的 沒有人圍上去 他們一點圓 就像香港一樣 走開走得很遠 很漂亮 要留意 當然 一定會有人放煙花 但是 內地 尤其是廣州 早前也炎打 這些煙花炮粥的違法行為 所以 大家要小心 玩得開心 之餘 也要小心安全 那些 心容海味 也是 買回來的時候 也要留意 究竟哪些可以買下來 因為有很多人 你說太大量 海關有機會 就覺得 你是不是 走水貨 還是偷運一些東西 過來賣 合理的 自用 你就可以 說得到 但是你說不是 太過火的時候 就自己小心 要留意 盆菜這些東西 就算了 我也有在廣州買回來吃 那些高點 有些高點挺好吃的 剛剛經開廣州 其實都不需要 深圳做了 這些東西 我自己覺得是 因為 那些分店 廣州有 深圳有 為什麼特意飛上廣州 除非我本身要上廣州 廣州也有些地方 都幾 打卡位 剛才說 講一下 張敬軒的糖水泡 那間很出名的 糖水泡 冷冰冰 不過可能 可能會暖一點 一人吃雞煲 又或者 去喝咖啡 文青一條街 那些地方 都是很多人 會去打卡的 現在越來越多 香港人上廣州 其實都算便宜 有些地方 可以看看 不妨大家 研究一下 究竟 廣州還有些什麼 好去處 或者過年之後 會不會大家上去 打個白甲鑽 希望大家 去這些地方 發掘一下新事物 不一定是 走上深圳 好 今集時間到這裡 下一節再說 拜拜